请问佛陀,你提尊者过去身中,他种下了什么样的因,今生才感到贫穷下贱的果报? 他过去世中,他又种了什么样的因?今世可以遇佛得度成就胜果呢? 请佛陀慈悲开示啊。佛陀告诉波斯弥王说,过去在加塞佛灭度后,有十万比丘僧,在这个僧团中有一位比丘,担任僧团中的执事。 这位比丘因为身体有病,常常腹泻贫尿,但他并不外出自家如刺,而是排泄在金、银、打造的器皿中。 这样的权势,命令他的弟子处理排泄物。 因为他在僧团中担任着重要的执事,他就便放任自己高傲自大,身体稍微有一些不舒服,他就懈怠堕落,指使弟子替自己除粪便。 然而,他所命令的弟子是一位已经证得出国的圣人,因为这个缘故,他在五百世中都升为下贱的人,以替别人除粪来养活自己。 一直到了这一辈子,他还是为人除粪的贱命。 但是由于他曾经出家,守辞戒律,所以这一生因缘成熟,得欲如来,听闻法药,能漏尽烦恼,正阿罗汉国。 国王,你知道刚才说的那位驱使圣人除粪的执事人,他是谁吗? 他就是尼提比丘的前世。 波斯米王,听了佛陀的开示,毛色顿开,法喜充满,高傲之心,消失殆尽。 赞叹叹道,如来出现于世真是太殊胜难得了,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可以蒙受法义,离苦得乐。 说完,国王从坐而起,走到尼提比丘前,恭敬尝贵,顶礼尼提比丘,自成忏悔先前所造的恶念。 此时,佛陀见波斯米王已除掉漫星,更未必说微妙法义。 佛陀说,直向,修不施,持戒,乃至希望升天,这些都是生灭的法,并不究竟,唯有不住向,修一切善法,心无所住着,才是最究竟的大乐。 这是在场的大众听到佛陀微妙的开示,皆由所体会,一心文法精进,一脚奉行。 这个故事,选择咸鱼经,卷第六。 所以一个人,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,你今天偷懒,你今天让一些修得很好的人,用你的功高我慢心去指使他,去让他做这个,做那个。 所以,在佛法界里面,法师里面有个规矩的,不能消耗自己的功德,什么事情要自己做,你叫别人做了,你在消耗自己的功德。 这就是为什么,不要轻易地叫别人付出,你的功德会随之而消失。 他就是因为,他这个就是因为,他叫了一个他的弟子去除愤,而且这个弟子已经证得了出国的一个圣人,什么叫圣人? 这个人,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凡人了,这个人很快就能够上天的。 所以这个人,他没有种上善因,他种了恶因,最后得了恶果。 所以,我们要怎么样用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无限的未来。 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自己消自己的业障,不要去造孽,不要随随便便去用别人。 用别人越多,你欠别人就越多。 自己能做的,自己去做。 自己不能做的,去求别人做,用功德还。 所以,能做的人一定要好好地爱惜别人。 哪怕别人跟你做了,你说一句对不起,谢谢你,你都会业障,消耗福报少很多。 所以你看法师都不愿意别人给他们做,因为会损害他们的功德。 希望我们学佛人,每个人都要自己还能做,你不做,你以后年纪大了,对不起,你就老了快。 你越不劳动,越不自己付出,你损失的自己福得越快。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地用佛的智慧来改变,来真正地让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在人间化解烦恼,化解恶缘。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学佛的道路上能够正信正念。 任何的懒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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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智慧。 如果有智慧,你就会破除一切迷惑颠倒,修成正果。 希望大家好好的修,一定要一事修成。